印度星期四发生了一起害人 巴士以外夺走多人性命 再有将近40人的巴士 从基努尔开往索兰 途中失控翻覆 坠入深达200米的峡谷 整救人员赶到现场 将受困车内的人一一救出 保住性命的人 看着一句句罹难者遗体 尤其是自己亲属的遗体抬出来 不禁放声痛哭 警方已经确认死者身份 同时着手调查这起意外的确切噪音 不禁放声音 感谢观看